这节课就给大家来讲一下 当咱们拿到了一个时间序列之后 我们这回就不想去做回馈了 比如说现在我有多条时间序列 然后我想做的是一个分类的任务 就是说现在有个场景 比如说我们拿到了一些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它都是一个时间序列 我想看一下这批数据当中 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异常的 做这样一个二分类任务 那这个分类任务和咱们之前讲的 这个额瑞玛的一个回馈模型就不一样了吧 回馈模型说的是咱们要拿这个历史值 去预测一下当前值吧 或者是预测一下未来值 但是分类呢就是说 现在我有好多条时间序列 比如说现在我有这么多种 ABCDF多条时间序列啊 我就想看一下 什么样的时间序列 它是符合一个正常的 什么是一个不正常的做分类 那你做分类该怎么做啊 咱们之前想一想 咱们之前讲的一些分类的案例啊 是不是在我去做之前 我都要把数据进一个处理啊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先做特征的一个提取 有了特征之后呢 基于当前这笔特征 再去做分类吧 那我们的一个时间序列的数据啊 要做这样一个分类任务 一不一样呢 其实啊也是一样的 我们第一步要干什么啊 第一步要分析这个时间序列 在我的一个时间序列当中啊 我要提起出来一些可用的特征 比如说啊 当前的一条序列 嗯 它有什么特征呢 都是一些基于统计上的特征啊 比如说它的最小值 它的最大值 它变化的一个频率 它的一个均值 这些啊 都是它可利用的一个特征吧 那所以说呢 我第一步啊 要先把我的一个时间序列 进行特征提取 给它提取成啊 这样一个特征数据 然后呢 用我的特征数据啊 进行一个这样的分类任务 那现在问题来了 哎呀 比如说 你现在一个序列 要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大家可能觉得 哎呀 算一个命值 算一个最大值 这个比较容易 但是呢 就是自己写起来啊 还是比较麻烦的吧 你一个特征 你要写几行代码 一个特征 要写几行代码 有没有一个现成的工具啊 能帮你就是 把这样一个 时间序列数据啊 直接提取上特征呢 其实啊 也是有的 这里要给大家介绍 另外的一个python库啊 叫做一个 ts time series的一个flash 这个库啊 就是可以帮我们自动的 进行一个 时间序列的一个提取 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吧 首先就是说一下 它做了件什么事啊 这个比如说啊 就是我的一个 时间序列数据吗 在我的时间序列数据当中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是说 它会提起出来 很多种特征啊 让我看一下文档 就是说 最多可能提起出来 上千种特征 它就是依照啊 咱们的一个 这个时间序列啊 帮我们在时间序列当中 基于统计的特性 能进行一些提取吧 比如说我们来看 这个最小 咱们的一个均值啊 最大值 最小值啊 还有它的一个峰值 我们看可能有一些 波峰啊 波谷啊 中位值啊 均值啊 这里它写比较简单 最小值之类的 可以帮我们在一个 时间序列当中啊 就是基于统计特性 提出来的很多 内在的一个特性 然后内在这些特征啊 是不是我们都是 可以利用的特征啊 这个库啊 就帮我们做了 这样一个事儿 输入是一个时间序列 然后呢 它自动的帮我去提取好 当前的一个 就是基于当前 这个时间序列 它的一个特征 是等于什么的 然后如果说 大家想用这个库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咱们这里啊 不深入去讲 然后它这块 有一个官方文档 我们直接打开就行了 就是这个东西 在官方文档当中啊 我建议大家 就是有时间的话 如果说你现在手头 要处理一批 时间序列数据 当咱们实际啊 想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咱们再来看就来得及 现在啊 咱们只是一个了解操作 又可以 我们直接啊 就看 音处大神啊 咱们就不看了 音处大神里边 他就介绍了一下 我们这个库啊 是怎么去做的 然后帮我们提起出来 一些什么样的特征 然后对特征啊 又做了一些事情 他还有一些reference 就是有一些论文啊 还有一些支撑 他去做这样一个事的 我们可以从啊 这个quickstart开始看起 这里呢 他就告诉你怎么按 比较简单吧 pipinstart 然后这个tsfresh 就可以了 然后他会给你啊 先举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啊 就是一会儿 要给大家讲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 后面呢 就是先来看一下 这个图吧 这个图啊 就是说 一会儿我们要去做的 一件事情啊 再拿这个图来说吧 嗯 现在啊 就是假设说 我现在构造了一个 时间序列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统计的指标 就是一个在机器上 比如说在工业上 的一个机器上 我的机器上 有一些传感器 然后这个传感器啊 就是会统计啊 当前我机器啊 在作业的时候 它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 现在有ABCD啊 EF 然后有这样六个指标 我通过这六个指标 就可以得到六个时间序列吧 那通过这六个时间序列 我就可以看一下 当前的我的一个 就是我的一个机器啊 工作是不是正常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 ABCD EF啊 都是比较平稳的 我说啊 现在是一个正常的 然后它有个label 就是说它是正常的 然后呢 我还有个时间序列 我另一批时间序列来了 还是在我这样六个传感器上 ABCD EF 它的一个序列啊 我们来看 明显发生一些呢 很大的一些 就是浮动吧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得有一个label值 就是说啊 它是一个异常的 那我们要做的一个任务 就是说根据啊 我们的一个时间序列数据 去分类一下 看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序列啊 它是正常的 什么样的时间序列啊 它是不正常的 然后呢 把咱们的一个出现故障的一个序列 给它拿出来 这就是我要做的一个事情啊 做这样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分类任务 然后这个库啊 后续啊 其实我在前几天啊 也是刚开始用这个库啊 然后简单的 我都过了一遍啊 它这个库当中啊 每一个就是 每一个模块 它都有哪些功能 然后这里呢 就是它不光啊 就是可以支持你的 当前的现有的一些统计 如果说你现在想 亲加入一种啊 就是你自己定义的统计 它也给你这样提供了一个例子 就是按照它的例子啊 往它的一个接口上 就是把它的函数都增加上去 然后呢 就可以啊 帮你提起出来 你自己想要的一个特征 也是可以进行提取到 这个啊 咱们就不待大家 一个月就看了啊 留给大家当成一个客户作业吧 感兴趣啊 可以一个一个的去看一下啊 咱们当前的 就是这个 这个TS Flash啊 它的一个文档介绍 然后呢 我把它啊 放到这边吧 就是它的一个文 它的一个目录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文档 在这里啊 就是首先呢 我是加载了一下 我的一个数据集啊 这个数据集 需要我们通过这个 TS Flash啊 进行远程的一个加载 就是首先我们去下载一下啊 这个函数都是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TS Flash当中啊 已经给我们指定好的 我们只需要把它导进来 我们来看 直接导进来就可以了 通过这个库啊 就可以下载到啊 它的一个例子上的一个数据了 这就是我的一个例子数据 我们来看 它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嗯 就是左边是它有领带的值 然后中间是ID 这是一个Time 然后后面ABCDEF 是我的一个 就是传感器上 我统计的一个指标 是等于什么的 然后呢 现在啊 就是我去画了这样一个图啊 我就看了一下 当前的一个浮动的状态 就是对于ABCDEF啊 普通的传感器 它画出来值 可能这个红色的传感器 对应的是C吧 C啊 它浮动的比较大 其他的浮动的值啊 是比较小的 先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数据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我又看了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啊 就是在这里边 就是有我不同的一个 就是不同的一个数据吧 有一个正常的 然后呢 还有这样一个异常的 在这里就是我们通过 它的一个ID啊 已经进行指定啊 ID3的时候 它是一个正常的 ID20的时候 它是一个异常的 在这个正常的和异常的 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 不同指标的一个差异的 一个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里啊 就是看了一下啊 异常和正常 它的变化情况 还是蛮大的吧 然后呢 接下来啊 就是我可以去啊 做咱们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就是基于我的一个 时间序列啊 我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按照啊 它这个官文档当中啊 给我们的一个例子 然后直接把它的一个 函数引入进来 就是我要进行一个提取 然后把提取 先实力化出来 用我的当前啊 这个提取的一个函数 实际的啊 在我的DataFrame当中啊 指定好它的一个趋势 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提取了 项目传进来的 就是有一个ID的值啊 就是ID值什么意思 就是一会儿 我们要进行一个group y group y大家都明白吧 就是以谁为 以谁为东西啊 进行一个聚合 这里啊 我们来看 它是以ID吧 我们就可以这样 以ID为单位啊 进行一个聚合 所以说我们需要传接值啊 就是一个group by啊 以什么为group by 这里呢 我们是以ID为我们的一个聚合 然后呢 我们以什么为排序啊 就是以我的一个时间序列啊 进行这样一个排序 然后下面呢 就是啊 我提取怎么样 进行一个特征提取啊 这个官文档当中都说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函数 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提取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这个我们用默认值就可以了 那下面啊 我打印了一个x.height x.height就是 我们提取完特征嘛 那这回啊 我们可以看就是 它帮我们提取出来的 很多很多种特征啊 一共啊 大概是有一千多种特征 基于当前的一个时间序列啊 我们提取出来的这么多 这么多种特征 这个特征啊 它就是 呃 在我的一个文档当中 哎呀 这个文档被关了 在文档当中啊 它对于每个特征 都是有这样一个介绍的 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一个特征 一个特征的去看一看啊 都是表达一层什么样的指标 然后提取完特征之后啊 接下来 我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分类吧 那在你做分类之前啊 你也可以就是 呃 就是我们提取啊 就是我们这里 它有资认的函数 然后就是提取一个 最相关的特征 在这里 它会对特征啊 进行一个过滤 然后这个过滤啊 它是分三步走的 在它的GitHub上 它也是啊 这里它没说 然后在它的这个 啊 它的官文档当中啊 它是给你介绍了一下 它这个提取特征啊 就是有这样一个过滤 有这样一个filter操作 我看一下 特征的一个filter 特征filter是吧 它当时说了啊 是有这样一个参考文献 基于啊 它这样的一个参考文献 然后去做了 这样三步走 怎么样去过滤掉啊 一些无关的特征 感兴趣啊 大家就自己的去看一下 然后这有reference 然后我也是刚开始看这个东西 感兴趣啊 大家就自己去看吧 我就不过多的说这个事了 然后呢 这里我们可以对特征啊 进行一步再过滤 然后得到一个新的特征 新的特征就是有300个 就够了 然后呢 我要做分类任务吧 分类任务怎么做啊 咱们跟那个sklearn是一样的 先把我的数据集啊 进行一个traintest的 一个sipleet sipleet完之后呢 我就是调账一个 decision trade classifier 我们来看 前面我是又把这个sklearn 引进来了 其实相当于啊 这个tsfresh啊 就帮我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提取完的特征呢 我就是给它放到啊 咱们的一个decision trade当中 就可以了 decision trade啊 算完之后 我可以进行一个report 看一下position啊 report值 还有这个f1值 分别是等于多少 相当于是 对我的模型 进行一个评估吧 那从当前时间序列啊 t出来的一个值 看出来了 嗯 这个结果还是可以的吧 就是结果值啊 都是偏高的 这个啊 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嗯 怎么样啊 用这样一个第三方库 有这样一个 ts的一个flash 帮我们对时间序列啊 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当大家啊 就是需要去做分类 认为的时候啊 咱们再回头来看 有这样一个库就可以了 嗯 那如果说现一段 你手里是没有一些时间序列 要分类任务 咱们就简单了解 了解一下 我觉得就可以了 实际用的时候啊 再去看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呢 这个tsfresh当中啊 它有一个notebooks 就是 这里啊 我们来看 它都是iPC notebook结尾的吧 都是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例子 等大家实际用的时候啊 咱们再看一下它的例子 以它的例子啊 为参考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啊 就是咱们一个特征啊 一个分类任务啊 就简单的给大家先介绍一下